各位朋友早安 我是鄭佳琪 欢迎收看4月30号星期二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3月22 首先要来看到天气好不好呢 今天整体来说可以切割成两部分来看 上半天跟昨天一样 多云到晴不会下雨有阳光 但是到了下半天 也就是这一道封面会逐渐接近台湾地区 使得水气增加 各地下雨的几率都跟着提高 还会伴随打雷 换句话说 大家不要嫌麻烦 等一下出门 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因为晚上肯定是用得到的 而至于在温度的部分要提醒大家 今天上午高温炎热 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 发布了高温的黄色灯号 可能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 好天气的部分看完了 再来关心的是健康一点通 今天直达的话题是食安 吃下肚子里头的东西危及性命 让这位黄小姐 黄卢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现在出院感觉是黄卢隔世 她是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件的重症康复者 昨天以健康的姿态接受媒体访问 谈起这20多天来的经历 她除了感恩医护团队的用心努力之外 她说因为她有很多想做的事一定要活下来 如今能够面对自己最爱的艺术 她是满心的感谢以及珍惜 看着衣服画就能侃侃而谈 以黄书君现在的状态很难想象这一个月来 经历了保龄茶室中毒案 一度住进加护病房 住院的时候实际上我的黄胆很严重 基本上到时候是连眼白都不见了 每一两个小时就有护士要来量血压跟血痒 点滴是从早打大碗 然后要就是三餐 那时候我只是想到说我还有很多的梦想 就是没有达成 那我一定要活下来 这是我等了很久的一刻 我觉得我的命真的是你们救回来了 经过22天和死神拔河 终于能开心切下蛋糕迎接重生 但这起食安事件延绍一个多月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截至29号再新增一例死亡个案 累计四人死亡 最近这几天 他的肺部的感染变严重 拜语性休克的状况也变得比较严重 之前他们就签署了拒绝心肺复苏急救的一个同意书 所以并没有进行CPR等这些急救 因为是呈现一个不可逆的状态 所以就是很不幸的故事 至于在加护病房的重症患者还有两位 其中一位已经完成患肝 肝脏功能逐步复原 另一位则因为意识状态模糊 还要观察决定后续治疗 我们大家会帮你集气加油 然后希望你就是抱持着希望 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战胜 这场战役 大约新闻林一婷李健宽综合报道 此际在台湾来看到的是在花莲凤林 一位很可爱也很调皮的80岁阿嬷 她中度智能障碍又有阿斯海默症 4月份的墙症过后阿嬷住的房子军裂实在危险 于是慈激志工出动帮忙修缮 灌水泥也粉刷墙面 要用这份爱与温暖帮阿嬷构筑 凤林镇老乌子仿佛在诉说她的斗志 我们现在是把她那个掠缝 把它灌结实一点 那个水泥 水泥 那灌进去补满 把它补满 它擦油漆 当下一摇晃的时候蛮严重 看起来摇晃蛮严重 当下最担心就是妈妈 要守护的是她 80岁庄阿嬷 中度智能障碍 患有阿滋海默症 及甲状性肿大 生活无法自理 没关系啦 你看里面有伞 我从我有浴室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这样大大的 有 它好像有越来越慢 你也怎么 女儿乖 你也怎么 叫叫 叫我们抱抱 屋子的侍 子女扛着 可爱的阿嬷就爱逗人 好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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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实这个家 两年前电线走火 来帮忙的也是奇迹 我烧过那铁皮 只要稍微下小雨 里面好像也是一样 同时再会下雨 好像那些是用姿势来修缠 强化一下 看起来感觉比较安心 这份情延续 一二天修缠团队进驻 志工与阿嬷当然也贴在一起 因为他都打刺脚 在外面走 你看这个里面都有一些土 剪一剪会比较舒服 兴致一来 阿嬷开口唱 再推去 剪个法 一生清爽的阿嬷 要回去与老屋子 继续相伴 她大概也不晓得 屋子已经补了水泥 稳了强柱 有着爱替阿嬷构处 大爱新闻 这些美志工 萧惠玲 叶金红 花莲报道 好 再来看到 也是一项爱的功臣 台南荣民之家 面临搬迁 捐赠了250件的辅具 给慈济 志工将大批的医疗床 拆叠并且消毒真理 要让这些二手辅具 能够继续地使用下去 走过72年 台南东区荣民之家 将功臣身退 不见天日30年 一张张养护床 终于到户外透透气 老长辈满心期待 乔迁之喜 心未旧床 还能再利益众生 除了床之外 还有很多 人也都可以 爱心地延续 很感恩 这个社会蛮不错的 照顾弱势 来哦 三十年 是他最重要病床的伴友 陪伴着农民伯伯到新房 我就能够回到社会上去陪伴 更需要的人延续物命 皆大欢喜 拆卸到组装 机械变电动 他们都将改装重新升级 今天一百多场是最多的 所以需要17格去全部动员 两部17吨 两部5吨 还有两部3吨半 如果真的太严重 会把可以用的零件 拔起来使用 尽量可以做到 困难一心 代表一份尊重 退府会荣家 辅聚荣退 重新踏上爱的旅程 大新闻吴亦轩 郑瑞平 台南报道 继续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 4月30号这一天 有哪些慈善阻迹 2023年4月30号 彰化老人养护中心 重启牙科疫诊 一年两次的牙科疫诊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停办了一年 本日再度展开疫诊 此际仁医会继续用医疗专业 为住民服务 彰化老人养护中心的关怀 回溯自1995年起 至公布定期探访 视为一堂堂 宝贵的生命教育课程 他们的行动也不方便 我觉得我很心疼 然后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健康 很平安健康 阿嬷说他们一直流泪 一直流泪地祝福 最后我还是 也是反驳祝福他们 还跟他们握手 我看到了爷爷奶奶 都那个身体有病 然后所以这个启示 就是让我能够洗衣服 然后也要支服 这样吧 对 这边已经 2015年4月30号 尼泊尔强症首踢疫诊 强症后缺病床 草地上入天障 简陋临时病房 各家医院挤满地震 骨伤患者 物资缺乏及虚骨材 曾经正在医疗团想办法 各医师会接力 也许来一起完成这些手术 台湾医师接力带来器具 在巴塔普医院 完成医疗团第一台刀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 真的很高兴 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协助他们 那么远过来 事实上一点也不觉得 是很累 但是觉得很欢喜 那么重的医材 攜带过来 点滴他们在心头 你们从台湾 帮助我们非常好 谢谢你们 你们设定能力很好 这次尼泊人 三个人及时的手艺了 我想他们是非常幸运的 坚持用中文表达尊重与感谢 这一顶村民用心搭设 迎接慈激医师的医疗帐 在缺乏物资 受灾的偏乡皮卡村 更显弥足珍贵 很感恩他们 今天有这个帐篷给我 所以表示他们很用心 我获得参加聚集团 所以我感觉很高 很高兴 地震后 无论山区 都市 多处桥段路塌 医疗团拔除病苦 有灾的地方难行能行 2012年4月30号 靖心经社法师 录制《御佛记》 我心里藏 祝如人 金社长路师傅来唱 因为他们的 在唱《御佛记》 在佛记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 那个声音的共鸣 是跟我们平常录音 外面的歌手唱 是完全不一样 让你更能够感受到佛法 此季《御佛记》录制 由音乐制作人李寿泉编曲 人文之夜执行长 王端正改写 60位金丝金社法师 唱颂如饭拜 上人觉得他短短的几句话 要让大家了解 《御佛的真正意义》 是什么 新版《御佛记》 成为此季年年御佛典礼中 引领大众虔诚心念 祈愿天下无灾 今天的早安慈祭情 要连线到美国 邀请一位17岁的女高中生 请她来跟我们分享 上个月以此季实习生的身份 参加在纽约所举办的 联合国妇女大会 聊一聊她是如何 透过自己的力量 改变非洲狮子山 共和国孩子们的阅读视野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吴诺景同学 妮娜好 大家好 妮娜你是刚刚下课 对不对 洛杉矶现在几点了 我是刚上了课 现在是我这里三点多 好 我要先帮妮娜 做个简单的介绍 妮娜是中文听得懂 但是用说的 就不是太流利 所以我们今天 妮娜都是用英文来回答 那我要先问问看 在这一场联合国的会议上 你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同时,他们在美国有机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有可能要考慮的生活和人物体关系, 而看出一些幼稚的幼稚园的学习被人家的学习。 我今年有决定我会在学习的国家的方法为探索码建设计, whether that be finding eager schools to send to Sierra Leone officials to discuss needs with or just to hear first-hand accounts of education in Sierra Leone I share this project with many people at the UN including UNICEF representatives Sierra Leone officials and even fellow CIGI delegates With the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readerry I left the UN even more encouraged to expand this project after hearing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se African areas Yeah, you are so great 你说去年到现在 募集了四千多本的二手书 送到了狮子山共和国 帮助了十多所学校的孩子 你真的是很棒很棒 那么我们想问的是 Nina 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念头 开始想要这么做 Why do you have this idea? Yeah, well it's true that I'm really busy with my studies at school right now I admit that I take many things for granted Sometimes I really dislike the amount of work that I have to do and get overly stressed from schoolwork But then participating in readerry helps balance some of that and I'm able to realize how fortunate I am I do most of the work on my own including emailing teachers from Sierra Leone in schools and physically sorting books into boxes This kind of hands-on experience motivates me to appreciate the life that I have while doing all I can to help others one day reach the same kind of life as well The same thing happens to my friends and other students that have donated books Most people where I live don't even know where or what Sierra Leone is or what living conditions are like there So this serves as one of the firs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two areas Through readerry awareness is being forged within the community here and children from both countries can learn about each other the other's culture and get a little bit of awareness about things that they wouldn't have otherwise gotten 嗯 这就是师姑师伯们说的 这个知福惜福在造福 我又要对Nina竖起这个大拇指了 你真的是太棒了 You are so wonderful 那么帮助这十多所的学校 你是怎么去联系的 然后这些学校的孩子们 收到这些二手书的反应是什么呢 Yeah, so I currently have six partner organizations fro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libraries, churches, and bookstores that are providing me with unused books as well as major corporations that are supporting me financially with grant money to pay for the shipments I also have a few school chains and mobile libraries that collect these books in Sierra Leone and take them to rural areas and I found a lot of these partners through searching the internet and the schools in Sierra Leone were found merely by scanning Google Maps but the challenge with that is that the schools that need it the most don't have as steady of an access to the internet or emails The shipping contact that I use is a person who is native to Sierra Leone and sends containers from LA to Freetown, Sierra Leone Because he has compassion for readery as someone who knows the Sierra Leone conditions personally, many of the shipping rates that he's given us are very generous After the books arrive at the schools teachers there send pictures and videos to me and it's really touching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my old books in these pictures Yeah, so I came to America when I was five years old and I joined Tzu Ji with my brother and my mom when I was six and when I was 12 I joined as a Tzu Sha and I spent every single weekend volunteering until now I'm 17 So because so much of my time, energy and love went to Tzu Ji I began to see compassion in my daily life as well outside of volunteering and I saw that there were many unused books that students in California weren't using and taking for granted and I realized that these books will mean the world to children in Sierra Leone because of my involvement with Tzu Ji's UN and grant departments and so I reached out to my mentors within Tzu Ji and I created a plan for readery by the beginning of June in 2023 which just kept growing from there on 好 谢谢Nina 佳琪姐姐要祝福你 继续在这一条路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感恩Nina 谢谢 感恩 好 继续再把镜头转到马来西亚 来关心的是一位双眼失明的屋主 协助他整理住家环境 当志工来到现场看到满屋子的杂物 实在是不知道该从哪里打扫起 好在所有人目标一致 行动力又超强 最后完成任务 还影响到邻居也一起来帮忙 杂乱的物品 陈年污渍 还有蟑螂满地爬 让志工不知从何开始 埃斯瓦人双目失明 妻子摩尼紧追侧弯 脚上还有伤 家里的环境让梁老无能为力 看到了不懂要从哪里开始 不过也是很好 静静地做就好了 把它一样一样完成就OK了 他堆了很多那些 可回收跟不可回收的东西很多 很多炸物 可能就是没有去整理家里 其实一切都是好因缘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同心协力就合合互学地去成就 厨房的橱柜已被白蚁侵蚀 志工合力将它拆除 把脏屋成勾除去 自己也种下福田 本来今天是可以 就不用做工在家里 就觉得有福田 就要把握那个姻缘来付出 可以帮别人付出 其实最大收获是自己的 那个欢喜行 照顾护卡莱也带着儿子 一起来付出 邻居迪尼斯也不嗅手旁观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艾斯瓦人能感受 家里变得很清洁 经过一番清扫 艾斯瓦人的家焕然一新 志工给艾斯瓦人带来了一本英文书和主筒 两老投下硬币 启动爱循环 大爱新闻 再来看到今天的国际关键字 东非暴雨重灾 在坦上尼亚以及肯亚都造成严重的灾情 最新一起发生在肯亚南部地区 一处大坝深夜溃堤 大水冲毁了房屋以及车辆 造成至少45人死亡 十多人失踪 还有上百多人受伤 这里名之族 好 画面中可以看到滚滚洪水 从山坡上往下冲冲刷了房屋 就连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道路上可以说都是淤泥 当地官员表示 救难队正在泥浆以及废墟当中 寻找可能的失踪者下落 再来关心的是 欧美国家罹患皮肤癌的比例逐年增加 以英国的情形来看 已经是名列英国第五大的常见癌症 而且越来越多年轻患者出现 如今在治疗上出现了曙光 手指黑色素瘤的疫苗 将可以消灭残留的癌细胞减少复发 治疗致命皮肤癌黑色素瘤 英国正在进行一项临床试验 具有重大意义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 世界上第一个针对黑色素瘤的 个人化mRNA疫苗进入第三期测试 在英国招募六十到七十名患者 由治疗巨头莫德纳以及莫沙东研发的新疫苗 命名为mRNA4157 特色是根据患者自身肿瘤的特定基因组成 为患者量身打造 作用是触发身体免疫系统 追捕癌细胞提高治愈率 并防止疾病复发 去年发表一项试验数据发现 患有严重高危险黑色素瘤患者 接受这款抗癌新疫苗三年后 死亡或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几乎降低一半 除了可能治愈黑色素瘤 目前也正在对肺癌膀胱癌以及肾脏癌进行测试 大新闻张力编译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地区 气温24到34度 降雨几率20% 中部晴石多云 气温23到33度 降雨几率20% 南部地区 气温24到34度 降雨几率20% 东半部 气温24到33度 降雨几率10%到70% 离岛 气温21到30度 降雨几率30%到80%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郑佳琪 我们明天再会